七十七 承報 電話滋擾警司男女判感化 2015年7月18日港民A07本部法庭早報道 去年佔旺清場後,警司朱經緯被多監傳媒拍到在旺角涉嫌以警滾扭打逃人 事後有人在網上公開其手提電話號碼 中大女學生及爪玩店小東看到朱涉打人片段後 在四天內各自不斷致電諸合共三十多次,罪終遭警方拘捕 二人早前在荃灣法院承認不斷打電話罪 作同被判十二個月感化令,並且充公手機 裁判官斥責打滋擾電話對事主及家人事狠樂劣的行為 如有不滿應該以恰當方式向當局反映 兩名被告分別為找換店小東曠啟康二十八歲 及中大物理系女生潘尚賢二十一歲 裁判官指兩人並無案底 女生更是之優生,不占進入大學 她未來計劃投入教學工作 案件已為兩人帶來沉重的教訓 她們聲稱因看過YouTube網站的片段後一時衝動 聲言為教訓諸而犯案 以此發表意見實在太錯 而且更致電諸的手提兼家居電話 對諸及家人構成滋擾 裁判官下令兩人感化期間要運指示參與社區活動 學習控制情緒和壓力 應有更恰當方式處理裁判官最後強調 無論兩名被告有任何崇高的目的 亦不應作出滋擾事主的確劣行為 兩名被告記之事主是警務人員 應有更恰當方式處理事件 案情MH指出 朱警司去年十一月參與警方應付佔領示威者的光明頂行動 而在同月28日至翌月1日的短短四天內 其手機及家居電話接獲大量的匿名滋擾內電 他遂報警 警方根據手機服務供應商的資料追查 證實男被告在1日內打出37次相關電話 女被告則在3日內打出共約30次相關電話 他在警戒下承認辱懲罰及騷擾事主